上新的高齡十大西音統計基礎 厚生僵流也就是藍政 連續35年都排在第1位 萬新杯就青春湯牛杯 個月後萬新油脂杯丁丁 都在十大西音裡面 其中有多東西都跟因素有關係 中華基督教班 今天給大家做會更好事 放在藍政 萬新杯 現代人才是有油、有鹽、有糖 讓很多人在佛地補加中在藍政 其中厚生僵流也就是藍政 已經連續35年 直到高齡十大四萬元以內的疫苗 為了要提供健康因素 中華基督教班 也經過福祷感染者、控制的經驗 提供清晰、安全的食材 提升消費者健康意識 也讓吃出健康、提升免疫苗 才能給共同的身體來益衡一倍 推廣健康的飲食 因為我們看到在醫院當中 有非常多生病的病人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生活習慣 跟這些慢性疾病都有很大的關聯 那我們在推廣飲食、營養師的角色裡面 我們鼓勵大家要多吃蔬果 多吃圓太的食物 多吃蔬食、粗食、味精緻的東西 但是這些東西呢 我們要慎選它的來源 如果它可以更多乾淨沒有污染 我們多吃其實對我們身體是有幫助的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食物來的療癒力量 所以我們很鼓勵我們的民眾 甚至我們的病人 應該要多吃天然原態的食物 更是乾淨沒有污染的東西 那這些東西呢 其實也是支持友善的農業 來不去吃當病人、醫療、蔡松、燕、醫療 也曾經在那裡血涮 它也表示 透過健康因素可以摧毀健康的身體 本身在103年裸患肺癌 肺癌之後呢 我開始檢討我的生活 發覺我過去的飲食 沒有重視所謂的健康食材 包括其中的營養素的問題 而且沒有重視到所謂的食安造成的一些危害 所以我自己生病之後深入了營養學、毒物學 後來發覺說 本身有機的食材或者好的食材 它不但可以減少我們農藥上面的一些可能殘留的暴露 另外呢 還可以增加營養素達50%以上 另外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食材不是只有多吃 要看比例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民眾大部分就是碳水化合物 就是所謂的糖分的攝取 超過50%以上 那這很多國內外的研究已經證實 泰水化合物過多 事實上是癌症的一個重要的誘發因子 也是讓癌症容易再復發的一個重要因子 所以我後來恢復的健康就是靠著低醣飲食 甚至有一些人是所謂的生酮飲食 那這方面呢 我們有定期舉辦課程 來教育民眾如何增加這方面的知識 營養書表示 提供清潔安全的實在 要了解它政策的方式到過程 不管是自然農法政策 那才是有機認證 都是對土地環境優先的經常方式 這也能讓主委雄小發展 新中華新聞 北明林 中華 彩虹報道